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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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動心 大家學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科以前 我先跟大家問一下 你們有拿到這兩張 你們現在回去 你把這兩張負貝 然後大膽你們到的牆壁 朋友如果來 你就用這個給他介紹 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的濃縮都在這裡 最新消息也是在這裡 你用這個給他們介紹比較好 為什麼要負貝呢 我們的負貝就比較不會派去 滾去 就用我們可以用 然後另外一張 你們這兩張還有介紹這張 這張是我們這個 日本靖國神社申請會員 我們為什麼要申請這張呢 如果我們台灣政府 我們所有的學員都申請這個 我們可以成為靖國神社的正式會員 這個靖國神社會員在日本是很有地位 而且他們的會員有10萬個 我們參加這10萬個就是說 以後我們台灣政府如果在外面要聯署 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會幫我們幫忙 所以如果我們參加這個會員 對我們台灣政府是有幫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下課後可以來申請這個 因為這是台票1千2而已 1票3千 這有三張三張的 我們可以交給過台 這張會員卡 他上面有你們家的地址 你要誰有請書 他會直接把會員卡 寄去你們家 你可以直接收到 然後他還會寄靖國神社的一些 這個祭祀的東西給你 他有什麼定期的資訊 他也會寄給你 因為靖國神社在日本 是地位很崇高 所以這大家可以申請 你如果去日本 你有這張會員卡 也是比較好 因為你去日本 這不是說 大家人都可以申請 所以下課後 大家可以來申請 今天要進入我們的主題以前 我要問您 這兩天上課下來 你差不多可以了解 百分之七十的人拿手 你聽得有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你如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你去拿手看看 沒關係 你拿手沒關係 那其他不拿手的是哪一種 好 你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課程 我們這三項的課程是在教什麼 我們這個台灣地位 這個國際法和戰爭法 當然他的內容有比較深奧 所以秘書長寫這本書 新台灣論 所以那本書 又談到我們的副主席 跟我們介紹這本 那本比較簡單 新台灣論比較困難 對不對 這兩本都要看 因為這個國際法戰爭法 不是說你聽三天就可以了 你回去也是要看 還有我們這 這本我們是不是有本書 這本 這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你一定要看 這就是說 要借分你是本土台灣人 因為借分你本土台灣人 就是1945年9月2號 以前你的祖先 他就在台灣 跟他的後代 都都是本土台灣人 所以他如果不是本土台灣人 有居留證什麼 種種條件 都寫在裡面 所以你要去看 這本你一定要留 這是將來 你是什麼身分 條件都寫在這裡 很多這樣的法律寫在這裡 再來這本 尖閣群島的法理爭議 這就是在說釣魚台 先比較久 這個釣魚台 目前在台灣 就在東南亞這附近 都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所以你要看 因為你要跟別人來說 你來談論這個釣魚台事件 也是很有興趣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你要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說 不要用背 因為你外面 報紙、報、電視報 都不一定很正確 你要看這本 這本比較正確 再來 這裡有說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他就是在說我們台灣 現在就是日暑美戰 為什麼日暑美戰 他在裡面的關係有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看 因為你如果這幾本你都看 其實你就有辦法跟別人說 然後還有本紅的天皇陛下聖誕祝壽團 這是每一年我們都會去日本 然後我們都會印一本 裡面內容就是最新的狀況 有中文、英文、日文 所以你如果說有外國朋友 你這本可以給你看 所以這本你一定要留 尤其是陶前有印這個天皇跟皇后 這是日本人最愛看 因為日本人他們對天皇陛下 都很尊敬 像我們去日本在送人的時候 我們如果看這張照片 他都很愛客 這本 這本台灣論這個 他畫漫畫 這是一個日本的女孩子 他看秘書長的材料 把動作漫畫畫畫出來 所以很好 讓孩子還是年輕人來看 這本也很容易懂 這是日本人跟我們寫的 這本 所以他在介紹這個台美關係 關鍵報告 這本這個 新台灣論這兩本 應該是說 我們台灣政府的聖經 你一定要買去看 你這本看一遍看不到 沒關係 你就是慢慢看一遍一遍 就一直看 因為裡面有英文 他的那個條款裡面有什麼英文 對不對 你如果英文看不到 你就調過 你如果可以你就看 因為有的人都說 我們都不會說 沒有證據 所以他這個英文 就是他的原版 原文 你就是可以看這個原文 給你看 你來看你 你也比較知道他寫在哪裡 所以大家來我們台灣政府上課三天 想到的重點就是 要訓練四千名的將來領導者 你要怎麼做領導者 這就是 要讓大家知道 這裡有是做老闆拿手看看 好 好 做農的 好 做農的 好 公務員的 公務員的 一個 好 我跟你講 不管你是什麼行業 都可以做領導者 因為領導者 當然他有先天條件跟後天條件 但是 不關於是先天後天 可以歸納三種 就是 第一種就是 優美性的 你說你這個領導者 你表現出來的風範 讓人覺得說 很崇拜你 就覺得說 你各方面都是 這要好 這種比較屬於藝術型 就是說 他的出力的手法 比較優美 所以他是一種藝術型 這種藝術型的領導者 他就是 有很多種 所以他表現出來 他就比較優美 那這種優美型的領導者 是比較少 因為 這種優美型的領導者 他可以成為偶像 有的人 是因為看到這個人 他要對他 是這樣 這就是 這就是優美型的 也叫做藝術型 這種是 他除了先天的條件以外 他自己也會去學很多東西 所以這種人 他就是有一種 天生的魅力 他可以讓人對他 你去想看 現在全世界 看對一個領袖 他是這種型的 他就很有名 他的新聞就請報 一直報 一直報 這是優美型的 第二個就是 強壯型 所謂強壯型 就是說強勢領導 這個人 他的領導 他的作為 什麼 都 很有見解 就是說 他 他可以當機立斷 馬上決定 這個要做嗎 很強勢 這種就是強壯型的 這種人 也厲害 這種人 就像什麼 新加坡 那個總理 李光耀 總理 他就是這種強壯型 所以 如果你要研究 什麼人 什麼型 你要把目前已經在全世界 拿出來看 第三種就是 依賴型 所謂依賴型 就是說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我們有專家 我們可以依賴專家 我們可以問說 我財務、科技、經濟 還是說 電腦 我有這些專家在幫我做 所以 我不用樂愛辦 我有這些人幫我做 這種也是 可以做一個人秀 因為他是屬於依賴型 他需要依賴很多專家 所以這三種 像第一種的優美型 不是說他本身不罵 他本身就是罵 第二的強壯者 強壯型的 他也是罵 第三種的依賴型 他不一定專業懂 但是他介入人 他知道說 要用這個、用那個、用那個 這種人 他就是比較輕鬆 他比前面兩個比較輕鬆 這三種是要把他握起來 你也可以以現在的 一些領導者 你去分析看看 看什麼人是哪一型的 你自己是屬於什麼型的 你就知道嗎 你就知道說 如果我如果是屬於這個強壯型的 我就要先模仿強壯型的 他們怎麼做 成功的例子是怎麼做的 你要去看 所以你如果不是那個型 你也學不來 所以最後是 跟你同類型的你去學 這個是比較好 他這個有分先天條件 跟後天條件 先天條件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先知先抉擇 就是說這個人本身 都沒有什麼東西 無中生有 他就可以制定說 這個政策要怎麼做 還是說這個東西要怎麼發明 還是說要怎麼來執行 這就是都沒有東西 他就有辦法創造的 這種的先知先覺 還是說很久以後的事情 他現在就知道要怎麼做 這種人在全世界 剛才差不多百分之2%而已 2%的比例而已 所以很少很少 第二種就是後知後覺者 他差不多全世界18% 後知後覺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他有辦法 你告訴他的事情 他能夠非常完美的處理完 而且吸收很快 很快的執行 這是大部分後知後覺者 這樣 因為他也是很快 可以了解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進行 一般在這個 你如果說公司行號來說 他大概在這個 經理這個改端 總經理這個改端 大部分就是這種的 然後百分之80呢 是不知不覺 在基層的 基層很多 所以你們有感覺嗎 通常上下的指令要傳達的時候 一般基層的是聽 然後去執行就好對不對 但是有些為什麼不能接受 就是他聽不懂 他覺得說這一道指令不好 他會想說他會比較好 他會想解決說 比如說你們下一道指令就是說 早上一定要開早會 他會覺得說那個沒有必要 早會就用過了 開完會就好 這就是他不瞭解上面傳達的意思是什麼 他會去更改 所以這麼多基層的人 他是怎麼沒辦法 爬上來超越 因為他不知道說 是怎麼要這樣做 他會自訂自己的想法說 什麼會比較對對不對 那循著他自己的去做 所以通常一個公司裡面 你基層如果太多這樣的人 你公司跟他不好管 因為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 你的指令下來 他有他的想法 這個是基層的問題 所以你這個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跟不知不覺 這三種人 在我們整個全世界來講 他都配作為 哪裡都有這樣的人 只是說 你要怎麼把後知後覺的人 跟這個不知不覺 要怎麼調配起來 這個不知不覺 他也可以接受指令去做 這是一個領導者要做的事情 所以先知先覺 他就是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先知先覺 假設說剛才一個人 全公司 譬如說這間公司 兩萬的人 剛才一個人是這樣的時候 你要怎麼來處理 差不多兩萬的人的事情 這個是要用智慧 不是說我跟認真來做 你就會對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他方向更重要 你如果走不出去 你又怎麼努力 這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這個領導者 他就是很重要 他要具備很多很多條件 先天的我們就沒辦法改變 但是他後天的我們可以改變 我們還有後天的條件 就是說第一 你見識要廣 就是說 假設我由小學到大學 我都住在台灣 我也沒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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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教育程度也沒改變 這時候你要怎麼 現在電視媒體很發達 電視你開開 什麼會都可以看 夢露你也什麼會都要看 所以你可以培養 你怎麼吸收全世界各種知識來 你就要看夢露 把它開開 什麼會都會去 知道 這就是你不用出國去 你也可以把全世界的東西 在這裡 你的面前在看 這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利用 所以 在以前在國外 他們有流行說 你不用上學校 離家 你就可以受教育 就是利用這個網路 現在雖然台灣不是這樣 但是未來一定會這樣 人家像把全世界資訊都拿來 這是未來 所以這個見識廣 你現在不用花很多錢 你就可以在網路 你看 你電視你看 這是最方便的 人類一個發明的方便 所以你見識要廣 你見識廣 你除了這以外 你還要跟人 我跟人 要結交善知識 就是要比你更厲害的人 譬如說你比你更厲害 你聽陪他講話 你可以吸收 他的經驗跟知識 但是有的人 是很喜歡講話聽的 他喜歡往下講 當然那也是可以 但是 怎麼有穿插 也要聽上面的 也要講話聽 就是說 一個人要扮演兩種角色 不可以剛才一種 你才知道說 我往上吸收什麼 啊往下 我要付出給人家什麼 這樣你就會 在之間的 也有一種成就感 一個主管他要培養這樣 因為他的單位裡面 一定會這樣 所以見識 但是切也是要看 切是幫助我們速度快一點 譬如說你賣照這個 資訊的切對不對 電腦資訊 你就要買來看 你不才知道說 喔 那樣子的是怎樣 那不會 那樣子的 比較問人 所以這個見識廣 他的方法是很多種的 第二種就是說 我們的心胸要改寬廣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領導者 裡面一定是很多人 那個個性和生活都不一樣 譬如說你開火 你開火 公布一個事情下去 有的人認同 有的人沒有認同 沒有認同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你當然要把距離 兩者拉近 一個往前進一個往後退 稍微拉近 有一個交集點在說 所以 另外一個政治 你這個政治的開火 都是在吵架 像以前的立法院 都在吵架 那種政治 他就沒有一個協商 沒有一個妥協 那種政治不進步 所謂政治要進步 就是你這個協商要改好 所以 譬如說 我們心胸都要比較看 不要說 都是我對 別人都不對 因為這麼多人 當然自己的主見 很重要 都因為自己的比較對 別人也不對 所以我們就無法接納別人 所以全世界會有戰爭就是這樣 像我們今天還在這裡研究這個 戰爭法、國際法 就是全世界的人 他的心胸不太看 你如果大家都那裡看的時候 我們今天不用這個 所以我們就要教育所有的人 我們大家就都是要改變 所以現在全世界政治是生病 不是剛才台灣 全世界都要 所以你共產主義在瓦解 也是這樣 因為人性的弱點 不可能永遠共產 所以第二種 你的心胸要看 第三就是說 你的果斷你要改強 就是說 你要在最短的時間 決定 這個事情要做 因為這麼多人會猶豫不決 對一個事情 買到不買 猶豫 如果你猶豫 太久 這個事情不要做 譬如說你的能力沒有達到這樣 所以你無法判斷他要不要 所以這件事就賣著 你可以去決定 譬如說你要投資一個東西 你在那裡猶豫不決 我們想這好還是那不好 那太難想去 沒法度去下一個決定的時候 這個千萬不要做 因為有可能你的資金沒那麼多 你萬一失敗的時候 你這個承擔壓力很強 所以這個果斷力 它是 你 你如果有夠那個能力的時候 你就會很快下決定 如果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要做到就是很簡單的判斷 第四種就是說 你的責任感要很大 就是說你下決定了 萬一錯誤怎麼辦 你要承擔一切責任 如果你想說今天國家 跟你說這個健保的制度是要怎樣 結果造成很多那個低收入者 沒有辦法負擔的時候 表示你這個制度有問題 你沒有根據整個人民的情況去制定 那低收入都沒辦法的時候 這個政策不對對不對 這個你要負起所有責任 所以這麼多先進的國家 你如果政治錯誤 你就是鞠躬下台 你就是要下來 因為那個政策影響整個人民 所以這個責任這個承擔是很重要 所以每一個國家的元首 他都一定要負責 雖然說這個總統是說一個月而已 會腳在做 但是錯誤怎樣呢 這個最大要負責 如果是他授權下去做的 那就是要負責 所以你們有聽過 有的政界常常上台下台 對不對 你注意看 尤其是中國也好 台灣也好 很多從政的人 他如果有錯誤 他是很多理由的 他會把理由撒給別人 如果常常你看到政治人物 把理由撒給別人都是別人不對的時候 這個人就不是政治家 他絕對是政客 你怎麼去看 所以你看他們的政見在發表 你看對一個人政見有實行的 有實現的 選舉之前都說得很好 但是你看對一個人有做到 還有他們錯誤的時候 你看對一個人 都說很多理由的推卸 看對一個人馬上說 好我錯了我承擔 你看看我們台灣怎麼 所以你是怎麼台灣今天想要換政府 這很簡單 因為走到現在我們台灣的政治局面是怎樣 大家都想有 所以這個 一個政治家 他的責任心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責任心 人民沒有辦法把心託付給你 人民的痛苦 經濟蕭條 賺不錢 所以大家就會病 這也是很簡單 再來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EQ要高 就是情緒的控管要很好 因為通常我們在協商的事情 你很激烈 我也很激烈 這樣講講講 講到最後 就是兩敗俱傷 就是都沒有了 這麼多政治局面是這樣 在開閉在討論的事情 就是兩敗俱傷 大家都不會想說 如果一個 就是言語很重要 同樣的意思 你的言語 為婉 轉折 不要這樣強烈激烈 你不會去激怒對方 有時候是不太嚴重 但是你的言語是激怒心的 你就是他激怒 然後讓事情更重大 這就是情緒的控管不好 就算是說你很聰明 你很有智慧 你這個EQ的處理不好 就等於人 也是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全世界來說 現在不是在比誰聰明 有智慧 就是說你要怎麼處理事情 可以把事情處理得好 那個就是圓滿 下一個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這樣種種下來之後 最重要一個就是 要有堅忍的毅力 這樣一個領導者 你可能 你前面很多失敗對不對 你又有辦法承受 每一次每一次的失敗 你要經過 像 像我們秘書長 他如果沒有為 頭前兩千塊兩年 一直課 課到兩千塊九年 這有十幾遍的失敗 如果沒有這樣走 可能也沒有今天案 這個台灣政府 所以一個領導者 承受那個失敗的痛苦 一定要不斷的去研究 說是怎麼會這樣 一直不斷的上來 他才會到最後才會成功 都是這樣 不可能做一遍就成功 尤其 國家的這種事情 國與國之間的事情 都不是一次 都好幾年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 由於兩千塊兩年 開始課到現在 2013年 1月2號 美國跟我們說 我們正式成為台灣政府 你看 差不多 六七年一百年 一個國家的 可以起來是算很快的 由2009年代算到現在 也差不多四年 有這個台灣地位定位 算得很快的 不然你看 李登輝阿扁 他們走到那麼多年 也是沒辦法 我們只有四年 所以很多人說 台下班其實是很快的 就像你們現在進來 接著這個資訊來受訊 你們算得是尾聲 因為我們就要接政策 所以你們算得是 比較好運 馬上接到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就是說 一個領導者 他的這個堅忍的毅力 很重要 他才會造福很多人 所以今天我們 有這個台灣政府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種 再來 想不到一個 這個領導者 他要培養文化的氣息 因為我們大家 大家如果都硬邦邦 在處理事情 這種事情 就沒有生命 如果你們有文化的氣息 的薪陶 比如說 美術、音樂 或是這個 畫畫 或是宗教 或是旅行 閱讀 種種都可以增加 你這個文化的氣息 怎麼說呢 蓋子的人秀 他除了辦公以外 他的辦公室是要有音樂的 還是說 他常常要去博物館觀賞 那個畫 全世界的名畫 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 重要的場合 裡面一定有 名畫 跟這個音樂 因為這兩種東西 會說話 譬如說 我們這個現場 我們這個教室 如果我有掛幾幅 名畫 你覺得這個格調 是不是變得很高 這什麼人的畫 這比卡索的畫 達芬奇的畫 那什麼人的畫 鄉村 你如果看到這幅畫 你馬上會聯想到 說鄉村的氣息是什麼 那這一幅畫就是成功 這百度一定很貴 所以你注意以後 你去看 一百度如果很貴 你會可以看到 馬上感受 它是什麼意思 就像這百度會說話 音樂也是一樣 最簡單的 每個人都要過生日 你如果聽到生日歌 你會怎樣 你聽到怎樣 對啊 你覺得那個氣氛 就馬上起來 對不對 所以那個音樂 就是會公圍 所以那個生日歌 就要我唱 那生日就都唱那一首 就表示說 這首歌就是會 我們有那個氣氛 聖誕節有聖誕歌 那一音樂一出來 你馬上會聯想 有那個氣氛的出來 那一首歌就是 會一直流傳下去 就是成功 那一個音樂家 也做很多音樂 貝多芬 莫扎特 蕭邦 很多 他們的音樂風格都不一樣 你可以去網路 YouTube 你叫他出來聽 每一種音樂 他可以 淘寒你的性情 看你現在悲傷 當然你要聽快樂 把它綜合一下 你如果要安靜 你就可以去聽 那個比較沉默 所以音樂是可以療傷的 所以貝多 現在世界上 在醫療的那個部分 有一部分 是用音樂加進去的 不相信 你在家裡 你如果打拼 你如果很辛苦 你放很舒服的音樂 你的病情會比較減輕 因為他會把你的神經 一直放鬆放鬆下來 所以音樂太重要了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有時間的時候 你如果出在外面 旅行去哪裡 你可以接觸這個畫 還是這個音樂 你去聽 不一樣 你不一定要擁有 但是你可以聽 尤其是現在網路很流行 你可以去那邊網路聽 這就很好 所以一個領導者 不是死板板 你要學這個技巧 是什麼畫 你這個音樂美術 是靠你自己的培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宗教 宗教會發生戰爭 因為你不同的宗教 大家理念不一樣 但是他這個宗教 歸到原本 他是要做什麼 是一個精神的寄託 但是現在太多人 利用他的宗教 忘了他是 給你要精神寄託 像在強調說 我的宗教比較好 我的宗教比你比較好 全世界在比 所以你看 一個國家 宗教如果太過多種 他不會進步 因為他就是一種分化 你是佛教的 基督教的 道教的 摩門教的 一貫道什麼的都有 他每一個領域來對 都強調自己的最好 他就把你的族群分化 分化分化 所以你看全世界 這個國家 如果宗教是一種 兩種很少 他的人會比較團結 你也可以這樣去看 你看我們早期 台灣的那個 宗教很盛行 對不對 現在你們有感覺 比較沒落嗎 你們有感覺 因為怎樣 這個宗教 沒有辦法治療 人的需求 他也沒辦法 讓他說 是一個精神的寄託 這個宗教已經歪了 他原本的意思歪了 所以 人不要用 所以畢者說 我要這個宗教做什麼 也沒用 所以宗教發生很多事 炸財 欺騙 有很多 所以 其實說起來 台灣的宗教是在沒落的 但是這有一個好處 壞的會沒落 好的會起來 所以你看看現在的宗教 好 留下來 就是比較支持好一點的 你看看那壞的 發生很多事情 就消滅掉了 這好像一種天災這樣 這是該祖元的 所以宗教 很多人說宗教是迷信 其實不是迷信 是我們不會用 我們人不會用 妳如果知道 妳就知道說 我信這個是要做什麼 對不對 我的祖是給我怎樣 妳會有一個精神寄託 妳如果都不知道 妳就是對人拜而已 會變的 所以妳看 以色列 以阿那 為什麼宗教 戰爭那麼多 就為了真 是我還是妳的 那宗教意義的 就失去了 像上一次 天主教的教宗 她出來 她最後一次出來 她說她要不要再出來 她一出來 我看電視 很多人都說 為了來看她一面 她一生就值得 就是崇拜這個教宗 就是說 有的人的人格就是這樣 可以讓人這樣子的崇拜 像西藏那個流亡政府到 印度這個德蘭沙拉這個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 她是西藏的政治宗教領袖 她的宗教 她就是全世界的人 都是承認她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會去找她 但是我感覺 這個宗教領袖 是怎麼全世界 那樣不一樣的人都會去找 因為我們上次去 印度 我知道我們有一次 她跟我們說 點多少錢的位 她的人 會給人家一種感覺 她沒有所謂 什麼人之分 比如說妳是法國人 美國人 台灣人 她比較沒有這種人類分別 她跟我們大家都動作一樣 跟她一樣 所以她在說話 她帶給人的感覺 是視同自己 所以 很親切 她也要說英語 中文一點點 她代表都說英語 所以妳會覺得 她會走向全世界 並不是說 她只為了她自己的國家 尋求外界資源 我感覺她也是要照這個方法 來跟全世界的人講話 所以如果有機會 你們可以去看看 那是不一樣 所以宗教 它是不是真的讓妳有幫助 妳自己要去體會 很多人是不滿 但是本來是沒有宗教這個名詞 是我們人去跟她界定說 這樣叫宗教 要不然以前是沒有 還有旅行 妳要培養妳的文化 妳當然去不一樣的地方看過 妳會啟發妳的想法 我去印度為什麼是這樣 那去菲律賓 還是印尼 落後國家 還是比較先進的 還是紐西蘭 瑞士什麼 有的 反正很多不同的國家 妳去走看看 我不知道妳如果走過的地方 妳有什麼感覺 有一次我去美國 Yellowstone Gran Kenya 它很大的 妳要去妳也可以坐直升機 那個景觀 可以震撼 看到的時候妳會覺得 世界上有這麼大的奇觀 因為那是很大很大 妳這樣坐直升機 這樣繞一圈 可能要三點前有 所以妳會覺得說 人類 很渺小 因為妳站在那裡 還看會腳 妳如果拔下去不知道怎樣 反正那個景觀就是很大的 妳會感覺說人很渺小 如果我們人 如果覺得說人很渺小的時候 妳就會有所體悟 就是說其實很多世界上的東西 不用去爭論 像現在政治一樣 人 中國 美國 日本 還有全世界都在說這個政治的 國際問題 這是人創出來 如果我們都退一步 說實在 世界上不會有這個政治問題 但是沒辦法 因為人就是 很多種的 支持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畢者要有一個規範 一個制度的規範 所以要有一個國際法 不然那些拿破崙 在拿破崙 在日本時代之前 他們如果在打 在佔領 打到最後就把他們跌下來 就說這是他的國家 要是因為 拿破崙一直打一直打 沒有辦法 有這個國際法說 不可以 你不可以說打這裡 又變成你的國家 所以才會變成說 你怎麼樣打 你就是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的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打到那裡 你不能說這個國家的主權是你的 都不可以 你是佔領而已 有一個程度性的 這就是國際法的規定 不然如果沒有這個規定 可能全世界都讓 那個比較強的 打一打的都比他 那時候美國 他概強對不對 如果繼續這樣 美國打一打的都比他 所以你們要了解 國際法 跟戰爭法是為了維護人類 靠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來學這個 其實很高深 你現在是剛才聽到 以台灣的例子 來剖析說 這個國際 要怎麼用國際法來解決台灣問題 你就可以練習這個 你如果練習好 跟你講 全世界這個 領土問題 將來有可能是在我們台灣的研究 這樣出去 因為秘書長現在不只研究台灣的問題 國外很多問題在研究 這就是說 他的論述有受到美國的肯定 請他再研究 所以 我們台灣雖然很小 但是將來我們可能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武器 法理 所以大家研究這個國際法 這是好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島國 他也在東南亞 佔一個很重要的國防要地 所以美國要跟我們做台灣 你現在我們的台北 內湖路 內湖區 金湖路100號那裡 那裡 他是將來亞太地區的管理中心 不是剛才關台灣而已 整個亞太地區 所以台灣的地位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有可能我們將來法理就是我們的武器 所以為什麼要叫年輕的 比較年輕的 大家將來都來研究這個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你可以走的路 我們台灣以後要走出世界 要怎麼走 是靠這個 所以 你不知道說這個力量很大 因為現在日本 日本、蘇聯、中國、美國 很多國家來跟我們問這個問題 是沒有公佈而已 其實很多人知道 很多的論述來研究這個 因為這個研究 秘書人目前研究這個問題 法理 有牽涉到國外 因為北方四島是基本的 如果我們解決我們台灣問題之後 我們怎麼幫日本 把北方四島放回來 這也是一個國際問題 這也是在研究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武器 所以 為什麼我說大家可以放心 日本一定會幫我們 因為他幫我們我們就會幫他 他當時他的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是很多 北方四島也會他 主島也會他 要怎麼拿回來 這都要靠法理 所以現在不是說靠武力 靠金錢 經濟戰不一定要用錢 所以 現在如果你在學校念的 最好就是跟現在有相關 像電腦 比較相關的 可能念地理、歷史、中文 比較沒有效的 因為那種歷史就都不對了 地理也不對,地理你是 讀那個中國的 中文你是讀那個華語 將來我們都不是 因為我們是日俗美戰 所以跟這兩個國家的語言都有關係 不是英文就是日文 這兩個絕對是官方語言 我們自己有地方語言 就像馬來西亞、新加坡這樣 我們有說台語、有說客家化、有說高砂族的、十四族的語言 各地的方言 這個也會成為我們的地方語言 他可以用羅馬拼音 給他寫出來 但是我們正式對外 我們是英文跟日文 所以將來 我們下一代 這都是要學的 像現在馬來西亞 一個國家 很多種人 他們說到八九種的語言 新加坡也說很多種 所以 這個就是多元化 我們將來 國與國之間 比較沒有那個界線 你一個國家都多元化 你了解 其他種族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所以就變成多元化的種族 台灣就是即將是這樣 你看很多種人在這裡 但是我們有界定 你要成為本土台灣人 你一定要1945年9月2號以前 就在台灣 就住在台灣 或是他的後代都是台灣人 但是你如果說 35年、36年以後比較記賣 當然他就不是本土台灣人 那本公民權利法案 涉及清澈的 是說你怎麼去看 他對未來的這個 你是不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你是什麼種居留的證 你要拿什麼居留證 裡面都有什麼 執政之後 就像美國這樣 你拿著綠卡跟你拿著公民證 是不一樣的 他要經過幾年、幾年、幾年 所以這次就是一種國家 因為是怎麼美國現在反對我們公投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身分不明 因為我們現在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我們台灣要身分明的時候 我們執政之後就開始要用了 所以你們大家要知道 現在我們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要怎麼把這個法理 都說一說出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都怎麼樣 時間比較近 就是說你跟他講 他聽不懂 你比較難教 就是 我不知道這敢是一種民族性 可能400年來 我們都沒有自己統治、自己都給他管 所以你已經給他管習慣了 你跟他說什麼的時候 他沒辦法去判斷說 我敢是這樣 他都會先問別人說 你現在怎麼樣 別人如果好你比較多 對嗎 很多人都是這樣 這就是說我們向奴隸習慣了 現在好不容易有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起來 我算不知道要怎麼做 不相信 這就是說 越簡單的事越難做 你看 改變政權 不用戰爭 也不用武力 都不用什麼 就這樣把他翻過來 算是很簡單 但是這個很難叫人家相信 對不對 你如果這樣跟人家說 對 他就說比較可憐 我每天也在說 我們有一個說明會 我也在說 他們聽聽的 都說很有得力 但是 可有可能 都是這句話 我是說 有可能不可能也沒關係 你跟他刺 你也不會減一塊肉 你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新聞情緒很久了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怎麼樣 我們裡面也有很多18%的人 他也不會怎麼樣 他的錢也照相頂 也不會因為他知道他怎麼錢 扣著 也沒有 因為怎樣呢 中華民國要走 他不會針對你個人處理 他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說 要怎麼把錢趕快寬路走 讓他來建設金門媽祖 跟福建頻道平坦那裡 他現在管理要做什麼 他法理沒有用 他就趕快判得好 所以你們大家都不要受他騙 他根本管不了你們 因為他把你動起來 對他沒有什麼加分 所以那些都不用怕 所以是怎樣 台灣人很好的 騙 就是他親愛跟你合作 像說中國 他很老公大社會 說他的軍力勞強 但是你如果像我們的高級班就知道 一堂課就是在教中國國情 他就完全跟你說中國的軍力現在怎樣 日本 美國怎樣 中國現在的軍力輸 美國五十年 你五十年你要怎麼追 很難追 你跟聽人家說 那都你說的 你有什麼證據 現在很多人你在外面在說什麼 他說好啊你證據拿出來 但是我跟他說一些機密的事情 我們知道我們說而已 你想他有沒有可能給我們證據 他不可能給你證據的 這種機密的事情都是透過某人出來的 他哪有可能弄一個證據給你 是說你要不要相信 一個國家在走就是 都也是這樣走下來 不可能說所有的證據擺在你前面 好啊你去建國 不是這樣 是你有沒有辦法當季立斷來判斷說 這個事情要做嗎 那是這樣 像說秘書長為2006年一直走到這裡 這是要什麼證據 這個都是靠自己的實戰 讓你把它扒出來 就是說你的法理 你要怎麼扒 要怎麼扒一直說一直說對不對 這個哪有證據 這個不是證據 但是一直跟我們 拒贏待審這個步驟之後 這就是證據 因為他就是根據你拒贏 他要叫他的國務院 國防部 司法部 還有國土安全部 同時來協助我們台灣 恢復這個國際地位 所以現在走到2013年的1月2號 他正式就跟我們說了 好我相信你是台灣政府 是這樣來的 這個之間 在走 在打 他是沒有任何證據的 就是課所有的資訊 跟你這個資料 法理 你要怎麼寫出來 是這樣 所以很多外人的 他不可以 他說你要白紙黑字 那就是不可以這樣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在說 剛才這樣 你就不要爭論 你就給他放下 因為 我們台灣2300萬 美國跟我們說 我們差不多41萬人換新聞證就可以了 受訊差不多4000的就可以了 他不用叫全台灣的人都受訊 做這個領導者 他要叫4000的嘛 你把你的頭換起來 後面再慢慢受訊 他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們 不需要叫每個人都參加 但是要怎麼把機會說出來 合作的人來做 對我們人民來說算是比較好 因為選對的人來 來參與 像現在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現在那些同學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帶一千的人來 來做這些官 那一千的人裡面有的也不理的 沒有學生的 還是國小畢業 他就可以當校長 算是 無核之眾 要湊一湊 必做我們台灣的 在管理我們台灣的一個政府 所以那就是 無核之眾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有過去的經驗 尤其是美国 他在海外佔領地 都結束都處理 台灣是誰買一個 所以他所有的經驗都有的 他跟我們說 要和平轉移 什麼叫和平轉移 就是說他在做 我們做我們的 他做他的 在這個社會上 為什麼推到今天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在台灣 我們有這個旗子 我們有四個軍事 為什麼他要送這個來 他就是一步一步 給你的民眾說 他沒有在 2009年就送來 為什麼現在比較送來 就是說我們的步驟走到今天 這就是軍隊要進來 人家說旗道就是表示軍道 其實已經有部分進來 我們所有的空軍基地都有 到最後 整個可能要兩萬名 所以 未來 我們的國防 軍隊 安全問題是美國在扶植的 不是 社會如果有暴動有什麼 那是美國在扶植 所以 基本不用怕 然後背後還有日本 日本也有說 中共如果敢打台灣 他這二十四點鐘 這四十八點鐘 就要讓 他海面所有的都見滅 美國還要趕快 美國說五分鐘 要整個都給滅掉 他兩國已經說這樣的話了 但是 你如果 我們的民眾 沒有 請你看這個資訊 不知道很多事情 你跟他說這樣 他都會說在騙人 因為他 沒有足夠的資訊 來支撐說我們說這個對 所以 所以你 你回去去問 你們界別說 台灣政府在說什麼 你現在為什麼 他絕對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如果要問 要問 知道的人 你回去不要去問 那個不知道的人 他就會給你潑冷水 你們兩個就一起 完了 所以你如果要問 一定要問別的 所以 知道到今天上來 我們今天應該不會分組討論 還是什麼 如果你有疑問 你應該要 在我們裡面 來問一些比較別的人 你比較不會說 一知半解 回到他 再跟別的人來說話 整個 整個你就亂掉了 因為你最過客 你對要比 你們家事 又沒法打 所以 當時 你要了解清楚 他再說 如果沒有了解清楚 我們別說 他幫你問一些問題 你就倒下來 你黑白說 他會說 你們這個 都會選 所以说也很重要 所以我谈论想说 你们回去复备那两张大礼 根据这来说 你比较乱乱说 所以你们今天三天听下来 如果是八分 你回去会变五分 还有几天变三分 还有一个月就变一分而已 所以你要不断地去看 你才会记得 所以我建议大家找都要买 再来你们大家了解 这样教这个领导者 你除了我谈论说的条件以外 先天后天 你也要有一些观念 第一 领导者 他不能 随便轻易下断言 也不能说 朝夕另改 譬如我现在说一说 二三十分后 马上改变 这个很严重 因为你会怎样 第一 会让听的人 对你没有信任 你怎样说得很好 三十分之后再变 所以这个表示说 你没有很充足 你就下断言在说 所以这个不能心意下断言 不能随便改 这个很重要 第二点就是说 你法理要懂 因为你我们来中 我们将来执政之后 我们要 我们训练 对不对 你训练 你法理要懂 他才知道 今天时间差不多 班长是不是时间到了 好 那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